臺灣拳擊女將林玉婷 日前在印度新德里所舉辦的世界女子拳擊錦標賽 與五十七公斤級賽事拿下同牌的成績 卻沒想到在頒獎前一刻遭到取消除名 最終 同牌由林玉婷在八強賽所擊敗的保加利亞選手 Kmenoba蒂布 根據國際拳擊總會 還會告知我國拳擊協會的說明 林玉婷在檢查過後 由於血液深化檢驗指數異常的關係 最終並未通過賽前的性別檢測 因此遭到撤銷奪牌 對此拳協跟體育署都表示相當遺憾 同時也會透過管道進行申訴 而在尚未完全掌握所有細節之前 也懇請外界給予選手跟教練一定的調試時間 目前體育署已經對此案有初步細節的掌握 體育署希望在林玉婷選手回到國內後 由國訓中心先與選手教練息談 同時也對選手表達體育署與拳擊協會 接下來對他的支持 現階段對選手的心理支持比任何事都重要 這部分也請國人諒解 先給選手教練一點時間 在充分溝通之後 體育署與協會一定會盡快向各位說明 根據拳擊協會所收到的消息表示 國際拳總在告知林玉婷取消奪牌當下 也並未說明究竟是確切哪一項指數 有發生異常現象 因此目前協會跟體育署 都不會多做意測全力支持 林玉婷跟教練曾子強 也將在兩人反台之後 盡速了解狀況 而同一時間也在印度參加試錦賽 與54公斤級賽事出賽的黃曉雯 此時傳出捷報 他一路過關斬將在決賽以5比0的壓倒性優勢 擊退哥倫比亞選手Arias 拿下生涯第二面試鏡賽金牌 我要去看綜合報導 開場的解決戰 先去看綜合